由惠德峰、恒地、中国海外和新世界合作发展 位于汽德都会海滨区中段的新本Double Coast 分三期发展将会提供1590伙 当中Double Coast 1已经获批满意志 设高座和低座大楼提供361伙 住打1和2伙户 本身汽德城中心来说 项目的话其实已经全部处身项目已经买完了 最新的项目已经销售了过一半 现在全新的汽德供应区都集中在汽德跑道区 即是维港海滨区那边 还有几个燃烤项目将会推售 众所周知 区内的重点基建是都会海滨区的汽德体育园 最快会在2025年落实 将来会举办不同的国际级体育盛事 其中英国殿堂级乐队Coplay 已经落实明年4月的世界重回演唱会 香港站会在汽德体育园举行 将会成为汽德体育园开幕第一个大营演唱会 园区的汽德零售馆将会有超过200间商店 其中有以运动和游乐为主题的运动游乐 场馆内有多个大营的业童乐园 包括有Epic Land 历旗王国 Nameco 和 Tokyo Joypolis 第一间海外旗舰店 此外更有多家知名的食肆乐实开店 包括有山卡、酥哥清湯栏等等 居民日后的生活配套就更加方便了 区内的配套越来越成熟 除了ASI之外 附近的崇光八卦在11月中都会开幕 另外在K11的零售馆都会有机会在年底开幕 在楼价方面我们都会提高一线的 除了有大量商业活动之外 项目亦都云近区内的陆法空间 被住户可以放心下 讲的就是启德都会公园 其实附近都有不少公共空间 当中观堂海滨花园就是位于项目对面 日后住户就可以沿着启德桥 慢慢地走过海滨花园 去到佳节时分 像中秋节那样 就会吸引不少市民来上月 亦都有宠物共享公园 住户可以带无瑕一起来玩 目前租金都截截上升 不少投资者都会选择入市房租 现在启德区 其实今个月的成交都非常刺热 在启德城中心 我们俗称在地铁站附近 至体育园区交界的地方 那月的成交都超过了七百多钟 然后在我们俗称跑道区 即是启德海滨区那边 今个月的一手的成交销售量 都超过了二百钟 而租墓的交投方面 在启德站和维国海滨区那边 都持续活跃 上个月的交投 总共两边加盟 是有接近二百钟的租墓成交 而今个月的交投 接近一百钟 回报方面大概是三厘至三厘多点 内地专裁 和香港新生代的家庭 都很喜欢这个位置 而集中于东九龙上班的人士为主 政府将为启德人入自卫绿色集体运输系统 当局争取在下年招标 走线将会连接到海滨区 去到港铁齐德站 方便住户日后出入 在先前报告也提及了 绿色运输系统将会提早三年再完成 相信交通会更加便利 项目前往核心商业区都挺方便的 由港铁齐德站出发 前往占东站大概需要13分钟 过海去金钟站都只需要大概18分钟 往返内地的话 大概15分钟就可以去到阿士甸站 可以由那里步行去到西九高铁站 前往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 需时大概35分钟 现在就带大家参观一下示范单位 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